天下位与肖凯历史蜂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夏晴王史社 从李唐娃朝对李靖的社风上可以开除 李靖的功能和地位都是非常特殊的 正因为如此 李靖才在唐朝外期逐渐神化 最后成为明朝 徐仲宁笔下成桃关正的总兵 直至肉身成神的拖塔铁王 因此这是人们对古代名教的保暇和肯定 而这样的神鞋在贴上肯定是宗宫守纪律的模范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呢 李靖的子女情况 大家都比较清楚 三个儿子 金章 木章 还有一个金笔白毛老鼠精是他的异域 在夏晴为幽 也就是这个幽警才引出了宋空上天找托塔铁瓦里弄 托塔铁瓦说出了自己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儿的事 而且还说孩子还小 不可能下界为幽的话 根据这个西游记的时间尺度来分析 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李靖被徐仲宁写称周瓦手下的军官 后来又投靠周瓦参与伐咒 那么照此推算 李靖也就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到了唐朝的三藏法师学藏西行许经的征官十三年 西街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一千六百多年 西游记也在掐掉天上一天地下一年 这一千六百多年也就是天上的四年多 也就是说唐僧取经的时候 李靖成仙也就一千六百多年了 折合成天庭的时间正好是一千六百多天 四年多 那么如此推算 李靖成仙以后就跟随他上天生活去了 所以唐僧取经的时候 这个女儿才七岁 成仙这些祖界的家庭 生育的儿女 不管有多少 都可以跟随成仙的人到天空生活的 所以这个七岁的女儿就是李靖 还在凡尔街的时候所生的 在这里 徐忠宇写的李靖和历史上真正的李靖 有一些相同之处 封神也一律的李靖是 杀周王手下的小军官 后来投靠周五参加伐咒 历史上的李靖本是随朝的下级军官 后来被扶在零行前大喊 为了除去暴虐 财新一兵 为什么为了历史上而斩杀周阿世呢 李靖的这句话被李渊听逗了 于是赦免了他 李靖从此在李世民手下效力 未灭随心桃建立了不少公凶 李靖还为很多文艺作品描写 有的把他和这个扎饼和红服女 并称为封城三想 也译了一段李靖和红服女夜观的传奇故事 好了本期的下期文史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转发迭赞